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戏诸侯 由大滨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186回 却说着徐凤年手踢两颗人头来到了楼下 他先丢出一颗脑袋 这一颗是给丫头绿客栈的环礼 不成敬意 谢灵捧住头颅 双眸通红 牙齿咯咯作声 徐凤年再丢出一颗给此番大费周章的慕容江神 他平淡的说 这一颗呢 是给北马慕容市的 还望笑纳 慕容江神没有去接头颅 任由其滚落在脚边 脸色阴沉恐怖 魔头谢灵抱住头颅 贴在胸口 仰头发出一阵刺破耳膜的野兽嘶吼声 防凉颤动 抖落了许多的灰尘 徐凤年平静的说 所以说两名女子呢都是自己求死的 但相比来说呀 脑袋大的那一颗死的比较憋屈 估计被我手刀割下脑袋的时候还在纳闷怎么就死了呀 至于慕容市子脚边的那颗就死的清清白白了 得知啊 就算是活着走出客栈 也要生不如死之后呢 用自己的命换了一条命 话说完了 你们怎么讲啊 要不要也求个死啊 都不需要机关算尽竹篮打水产空的慕容江神废话 那名嗜血的扎戎族 倒拔从冲天而起 身体弯曲 轰向这名口出狂言的小子 谢灵根本不去看战场那边 双眼躺着泪水 低头在娘子额头亲了一下 然后替他抹上了睁大瞪圆的双眸 他曾说过 说老鬼输了就输了呗 输给洛阳要不丢人 要不咱们去种田养鸡鸭去好了 一起老死不也挺好 他没答应 说要再与洛阳誓死一战 这些年疯狂杀人夺心吃肝 越发的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可他呢 从来都不嫌弃 以为这辈子多半赢不过洛阳会死不瞑目 可为何你却先死了 他说真有那一天 假使只差着一丝一毫 就可以打败那个高高在上的洛阳 那就拨开他的胸膛 吃了他的心肝 谢灵两行清泪变血泪 却说扎戎族双拳在徐凤年胸前如雷炸开 边境马贼叩首拿喧花板斧 用了许久才割开的海市蜃楼 竟是被这名皇帐进士一瞬便攻破 他原本有些亚裔的年轻刀客 可以气满外泻 不成想一击得逞 只是个花架子罢了 唐空的身体猛然舒展如原壁 加重力道砸在这小子的胸膛上 定要叫这不知死活硬扛拳头的除尔命葬当场 徐凤年的身体弯出一个如碗弓的弧度 头脚不动 利用胸背向后凹陷来抵挡潮水般的拳刚 右手一瞬间按在这扎戎族的脑袋上 正要拍碎这颗头颅 扎戎族感觉到不妙了 这小子他娘在告喊 才交手便要用玉石剧坟了 使出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勾当 便缩头往后仰去 双腿踹出 被徐凤年左臂割挡 扎戎族借势往后闪电般弹射出去 身体粘在墙壁上 双手成爪 勾入木板 正要进行第二次反托 突然间心口传来一阵角度 他低头望去 双目亥然 心口不知何时被锋利暗器刺透 这名年轻人分明不曾拔刀啊 扎戎族之所以没有第一时间醒悟 韦石是徐凤年这一手耍的阴险奸诈和闻所未闻 先是摆出要力敌扎戎族拳脚的除儿架势 再祭出十二飞剑中最锐利也是最渺小的一柄匹服 安静摆放在扎戎族身后一丈外 此剑晶莹剔透 杀气内敛至极 如果说玄雷锻造出炉以后 便杀意充沛 好似千里杀人的剑口 最长的飞剑太阿 气冲斗牛如扛顶天人 桃花剑身 妖娆如二八美人 那么匹服就太不起眼了 如婴儿质朴 便是摆放在眼前 常人若不仔细凝身 只能瞧见镜像模糊 如一片清水涟漪 当扎戎族一击位重顺势后撤 徐凤年只要微微移动匹服的方位 对准心口部位 好似那扎戎族自己就自寻死路的狠壮上去 心脏毫无悬念的被匹服刺穿 除非是金刚不败的体魄 否则他也难逃一个死子 高手拼死 那来的说书先生嘴里边 以及游侠列传当中描绘的那般的诗情画意 从来都是高下力判生死利剑 若非势军力敌 谁愿意大战三百个回合累不累 那观战的慕容疆神 甚至不知道发生什么了 眼中只见得堪称战场无敌的扎戎族 一个交手后撤就死于非命 尸体坠落在楼梯底部 双手捂住鲜血如泉涌的胸口 匹服飞剑的剑气残留体内 阻碍了扎戎族死前徒劳的契机弥补 可以说匹服割裂之后啊 虽然只造成这狭窄的一丝缝隙 却也是如同天涯海角阴阳相隔 这也是飞剑取名匹服的寓意所在 匹服不时惠朔春秋 招生而目死 慕容疆神不明所以啊 见到陶前至遗孀头颅后的震怒 夹杂有一丝惊惧 能够弹指尖杀死黄杖竟是况且如此年轻 该不会是齐剑岳府这种高门大宗里出来的嫡传子弟吧 听说董胖子与北芒五大宗门中的提兵山和齐剑岳府都私交不足 提兵山山主的女儿还被董胖子给祸害了 生米也煮成熟饭 饶是提兵山山主这般英才大略的江湖熊主 都不得不捏着鼻子默认这桩女儿嫁给一个死胖子做妾的婚事 只是最擅长权衡利弊的董胖子真敢往死里边得罪慕容是吗 徐凤年走下了楼梯 他冷笑着说 慕容张台啊 别装了啊 再装下这小心被谢掌柜的挖了心肝当补品了 躺在桌上的慕容张台仍是没有动静 谢灵走过去先将老板娘的脑袋放在桌上 然后五指如钩将那名扛下楼时便被禁锢俏穴的慕容是俊炎的心脏 从胸腔当中捞出放在嘴中大口咀嚼 慕容将神看得肝胆剧烈怒发冲关道 谢灵 俺敢害我慕容子弟 谢灵眼眸赤红满嘴鲜血 一边手捧心肝低头啃咬 一边望着头皮炸开的慕容江神 这位误入歧途便没有回头路可走的魔头 没有感情起伏的说 原来是齐剑岳府的见识 正道人物的心肝就是好吃啊 别看同样是弹心肝 多了也会知道滋味各有不同 有些人呢像肥鹅心眼忧逆反胃 益处不大 有些是弹归熟 有些小毒却能致命 有些是蟹肉 颈霜味更美 已是上瓶可续断筋骨 就像我手中这一副 至于佩刀那位公子 则就是凤随龙肝了 可遇不可求 我谢灵看人从不看脸面皮囊 只看皮内心肝 丫头绿客栈都知道 谢掌柜是个沉默寡言的老好人 一个病秧子 与人打交道啊 常年呢都是客客气气的 却不知道好脾气都是年诞心肝 一百腹养出来的 谢灵破天荒说了许多 不理会心生惬意的慕容江神 他转头望向徐凤年说道 你既然会养剑也会遇剑 身世注定不差 这两个姓慕容的呀 也未必能与你疲美 为何不迟一些再离开石门 好歹等到金刚静再说 你杀人却不逃 显然是看出我受了重伤 觉得可以虎落平阳背拳气 等一下我用手指拨开你的胸口 保证你可以活着看到自己心脏跳动的画面 你这副心肝 我会吃得很用心很缓慢 你会因为剧痛所致 气急集中于心脉 心肝的滋味也就更好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心神不定的慕容江神 听到谢灵有重创救急 抓到救命稻草一般 再不去管什么慕容张台被弯了心肝了 也不管小夫人脑袋扔在脚边了 迅速转头对徐凤年无比 辞真意切的说 公子啊 你我联手对付这个人身得而诛之的母头如何 我慕容氏必将重谢公子 慕容氏子弟想来一诺千金 众信诺重过性命 徐凤年莫不作声 他看到谢灵身形如窜入丛林的猎豹 奔至慕容江神的身前 一手拧断其脖颈 一手锤在腰上 以外力加速慕容江神体内血液与气机流转 低头咬住慕容江神胸口 溪水一般将今日第二颗心 胡乱个儿吞进 随手丢掉慕容江神的温热尸体 谢灵仰头 一脸走火入魔的陶醉和满足 面对这不逊色于佛教典籍对地狱残酷描绘的情景 胆小的早就吓孕过去了 谢灵一双诡异的腥红血眸让人不敢对视 二楼上一个晕乎乎的志童趴在围栏间隙 见到大魔头发现自己 小女孩哇的一声嚎啕大哭起来 娇柔身躯 蜷缩起来 只当自己看不见魔头 魔头便看不见自己 谢灵宁笑一声略向二楼 被徐凤年横刺而出 一脚踏中侧腰 撞到一根梁柱上 一踏之下 便是寸厚的青石板都要给踩裂了 但谢灵的身体呢 柔软无骨 围绕着梁柱 头脚香咸 略带笑意地叮嘱徐凤年 他嘖嘖地笑道 年轻人 如此沉不住气 本以为这个最没资格活下来的小娃娃是你的诱饵 不成想一试探便知真假 我明白了 不是你要杀陶前志一双 而是他自知难以苟活便自己一死求清白身 但要你护着这名孩童 如此看来呀 你的确是陶前志结拜兄弟董卓派来的人 你来自装腔做事的旗舰岳府 还是虎甲虎卫的提兵山呢 一口在地道不过的北莽腔调了徐凤年微笑道 我要说我来自北梁 你信不信 谢灵嘴角渗出黑血 不知道是邪功反噬还是有何玄机 他平淡地说 就算你说自己是黎阳王朝的皇子 我也信 谢灵身体游舍一般鬼魅滑行 最终屈膝双手双足死死盯在那木梁上 乌黑血液和口水唾液夹杂在一起 坠落到地面上 但人心肝掌功力的魔头挤出了一个笑脸 不管你是谁 你的心肝我都要定了 你的尸体呢 我会挂在荒漠上 暴晒成高 运气不好啊 就任由英卓殆尽 徐凤年面无表情 眼神清澈 大概是卸魔头 没见到预料中的绝望与恐惧 顿时恼羞成怒 双脚踩断这根 粗壮防梁 身体急射向这名 配短刀却欲飞剑的年轻公子 两人碰撞在一起 巨大冲劲迫使得徐凤年后背砸穿了墙壁 身手敏捷 出乎想象的谢灵几乎同一瞬间 在破墙出了客栈以后 一记可裂铁石的西状被徐凤年双手按住 谢灵一拳仍是结结实实的轰在他的额头 徐凤年身体厚略的同时也一掌拍在魔头的太阳穴上 一人风筝断线般向后飞去 一人在空中打转了几圈 电光火石间的短冰相接出手都不遗余力 双方落定后生是没有半点迥态 可见这场死战想要不拖泥带水的分出胜负 难了 赤毛的血灵吐出了一口血水 嫌疑的摇了脖子 眯着眼睛看到那名公子哥的额头本已经淤血汇聚 由仙红转轻子 却又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快速淡散而去 谢灵这一拳交代在慕容疆神之流武夫的身上 令其全身经脉尽断都不奇怪 然后谢灵就看到这家伙摘下再翘的短刀 先是双指一拧再屈指弹翘 古朴短刀如灵焰绕梁 这谢灵皱了皱眉 江湖上刀枪斧诸多兵器的离手术并不稀奇 只不过是御剑术的粗胚子罢了 登不上大台面 一来宗师行家看来没有足够佩然的契机打底子 离手兵器不管使唤的如何眼花缭乱 都是金玉其外不堪一惊 再者正所谓一寸短一寸险 兵器离手有利有弊 虽然拉升了攻击距离 但无形中也暴露了不敢贴身死战的雀诺 故而离手术一直被剑道明家嗤之以鼻 视作一笑大方的墨留旁门左道 徐凤年向前狂奔 每当春雷回旋便复弹一指 短刀始终营绕四周 旋转速度越来越快 最后只见是流营婉转 初始不露争容 等到离谢灵不足武杖之时 一人一刀锋芒毕露 地面上的黄沙尘埃被春雷裹挟着飞进 两人相去三杖之时 谢灵探手一抓 没握住那春雷刀巧 却仍然是五指骤然发力 拧去一道杀意重重的暗藏契机 谢灵嘖嘖了几声 不理会手心被滚烫契机 擦出血丝 身臂一划 劈碎第二条弃走龙手 徐凤年眨眼便知 抬臂坐偷视而来 并且加以雕琢的夫子三拱手 前两次被谢灵借着雄魂蛮力挡住谢去 最后一次 他还是双手十指指尖向下 抵住了谢灵的下巴 迅猛的一推 就给大魔头的身体扶空拨了出去 徐凤年大踏步向前 地面出现了两个坑洼 两条春雷刀巧携带的汹涌气机 在空中纠缠 如瀑布垂泻向 谢灵奔去 身体悬空的谢灵哈哈大笑 一个单手撑地 身体屠罗般的转动 双脚顺势 踩烂那两条 蕴含着磅礴剑意的凶狠气机 谢灵得逞以后 并不着急站定 仍是保持单臂支撑 头颅朝地的古怪姿势 望着徐凤年 他阴沉笑道 其间岳府有磁牌枪进酒 由剑技脱胎于 黎阳剑神李纯刚的开鼠式 好像叫剑气滚龙壁垒着 你与这名辅主剑气相近的高徒 有何关系啊 却说那客栈外边还有骑兵的呀 九名亲戚就是按捺不住 他闯入了客栈 见到两名主子都给人呢 就扒橘子一般给扒去心脏了 那名贾荣族则倒闭在阶梯口 顿时震惊的无以复加呀 他们虽然是慕容式亲卫 不用计较北莽军中铁律的连作法 北莽军法规定五掌战死四人接战 十掌战死五掌接战 可慕容张台慕容江神兄弟死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慕容式数百年积危深重 治家与治军已是无业 他们所有人板上钉钉的是死最难免 九名骑兵短暂的面面相去之后 毫不犹豫奔出客栈翻身上马 朝谢灵和徐凤年的战场提刀死战而去 若是活着回去 家人就要受到惨烈的牵连 若是与主子一同战死 反而有丰厚的犒杀 实在是北莽的规矩容不得他们惜命啊 其中两计被剑气连人带马一同斩断 更多的是被谢灵勾出心脏塞到嘴中 最后一计不怕死 却怕心肝被吃了 正要后撤就被谢灵扯住马尾巴 将骑士和战马摔向一道凛冽的剑气 谢灵伸手抹去嘴角的鲜血 眼神怜悯的望向那名公子哥 不愧是九夫声明的剑气滚龙笔 有些意思 可惜九龙已是极限 九条契机都被我挡下 你小子还有什么压箱底的本领 此前呢尽数耍住了 徐凤年看傻子一般的看着这魔头 他轻声的说 剑气滚龙笔的确只有九龙不假 不是我就不能再来一遍滚龙笔吗 你吃了不知几百腹心肝功力不见长 怎么把自己脑子也吃坏了 谢灵不怒反笑 勾了勾手指 少成口舌之快 剑气滚龙笔是少有将剑意剑招 融会贯通的上乘见识 那呀 也得看谁来用 你小子还嫩 不信的话 再来试试看呢 身侧有春雷飞旋的徐凤年笑了笑 好 这赤毛的谢灵 双拳当胸怒喝一声 以他为原心 地面一炸 出现无数细微的军裂 谢灵眼神冰冷 他拧脚道 练了这吃人心肝的长生本事 有些见不得光 这辈子只跟磨刀魁首的洛阳用过一次 你小子应该死而无憾了 砰的一声 血雾弥漫 听众朋友 雪中汗刀行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作者 风火气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更多内容 请登陆喜马拉雅电台 或添加大斌小说 微信公众平台 dbxt981 雪中汗刀行 今天为您播讲到这 感谢您的收听 最良好苦 草草般马虎 多少天因我苦 苦 不明一路 不一旧一户 帝王江山几谱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